风雪快速地飞舞着 沿着那几个模糊的人影飞舞着 以顺时真地方向横飞于半空之中 渐渐连成无数道线条 看上去就像民宅规格里 织成球地毛线 或者是江南春残兔出来地剪丝 化作了一个圆球 将里面的那些正线于危机时刻的身影 全部遮了起来 这个白色的雪絮圆球并不是静止的 而是用一种奇快的速度 向着雪地后方地太极殿退去 也不知道内里那几位强者 是用怎样的信念 保证了那些快速旋转地血丝 没有被静风刮浮成一片散血 先前王十三郎与海棠 从太极殿里飘掠而出时 打开了两扇门 此时地太极殿就像一个阴影构成的巨兽 张着自己的嘴 准备一口将那个魂园 而巨大地雪球吞进腹中 内里一片幽暗 只是殿门并没有全开 那张嘴太小 所以当那个雪球飘到太极殿正门时 体积竟是比殿门还要更加大一些 雪球快速地撞到了殿门处 却异常奇妙地没有发出一声响动 那些叼着繁复文士的木门瞬息间 被雪球圆融之势里携着地杀意 战意摧毁 一道道深刻入目的伤痕瞬间产生 摧枯拉朽一般散离而去 万年的时光或许会这样悄无声息地毁灭一切 然而这一个盈盈雪丝构成的事物 竟也产生了这样强大的效果 本应是柔弱无比的雪花 在高速的旋转中 变得像是无数把锋利的钢刀一样 割裂了空间里存在第一切 如此恐怖的效果 自然是因为那方空间里地那位大宗师 在此刻已经发挥出了他地巅峰境界 雪球一路破空而去 飞过长长的玉岛 撞在了玉台之下 声音再次发生 轰地一声雪球爆开 雪花如利剑一般痴痴向着四百八方射出 击打得整座太极殿都开始陪弱地颤抖起来 大梁没有断裂的迹象 然而每轮美奂的殿内装设 却全部被击成了一地费力 数个人影击射而出 王十三郎与海棠颓然飞跺于残力之中 鲜血狂喷 而十三郎的那只手臂更是早已灵惨地 变成了绞在一起的血肉之丝 经脉尽断 刺出最后那一剑的影子 一身白衣匍匐在玉台之前 头颅下方尽是鲜血 一丝不动 尽是不知生死 他手中握着地那把剑有气无力地握在手中 剑间残留一段血子 然而这把宿剑终究是没有能够挑破皇帝陛下大腿根处的血关 在这样的情形下 影子刺出的必杀一剑 明明已经刺入了皇帝陛下地血肉 可是由殿外杀至殿内 天地震荡 四处疯乱雾动 那剑间竟是颤也无法颤也一丝 动也无法动一寸 直到最后被震出陛下体外 徒劳无功 在这段时光内 皇帝陛下凭借着浩瀚若将海地真其修为 以王道之意释出霸道之势 将整个空间里地数人都压制在圆容境界之中 在这片领域里 陛下的心意 便是一切行为的准则 谁也无法抵抗 明黄色的身影在这片凌乱的玉台上显得那样的刺眼 陛下依旧直挺挺地站立着 看也没有看一眼 在身后变成一堆烂木的龙椅 面色苍白 露出秀外地双手微微颤抖 虽然受伤 可依然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不可战胜 匍匐于玉台之前 像挑死鱼一样的影子忽然动了 他就那样飘了起来 白衣凌峰 唇角堂血 极其毒辣的一剑 向着陛下地咽喉刺了过去 一次落空 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 影子地面色苍白 混着血水吐出一个字来 退 当他递出最后的那一剑时 他的人就已经向后急速飘退而去 第一剑没有能够杀死皇帝陛下 那么今天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虽然影子一心想替惨遭千刀万寡的陈平平报仇 然而他终究是一味刺客 今日入宫行次第四个钟 就算他眼光最为毒辣心境最为平稳 一击不中 自然要飘然而退 他只是担心那两个身受重伤的年轻高手 会依然舍生忘死地与皇帝陛下缠斗 所以才喊了那一声 这一个字的声音还有落下 已经变成一片狼藉的太极殿内三个身影 呼啸破空 向着殿外奔去 受伤最轻的海棠朵朵落在了最后方 花布棉袄一盏 化作一片花影 绽放在殿内幽暗的空间内 花朵消失的那一刻 三名九品上帝强者也从太极殿内消失 皇帝陛下依然沉默地站在御台上 令人异常吃惊地没有追击 先前至强至刚领域一出 那三位强者身受重伤 再也无法回复 此时逃离大殿已经是强弩之末 若皇帝此时出手 想必会很轻易地杀死这三人 皇帝陛下没有动 他只是静静地低下了头 摊开了双手 感受着脖梗处传来的那丝寒意痛意 看着胸前被割开的血肉 渗出鸣黄龙袍 地血字 还有大腿根处的那记血洞 清晰的痛楚从三处传入他地脑中 让这位强大的皇帝陛下有些发症 朕已经有多久没有受过伤了 便是三年前在大东山上 面对着苦河与四顾见识 皇帝陛下好损地 也只是蕴养一生的浩瀚真气和无上的精神气势 可是今日面对着区区几个年轻人 朕竟然受伤了 皇帝伸出左手在胸襟上抹了一把 看着洁白手掌上帝血水 微微皱眉 难以自意地感到了疲惫 第一次在内心询问自己 莫非朕真的老了 他避眼眸里闪过一丝令人心悸的寒意 今日出手的四人他都很清楚 安之自然不用多提 这小子居然能在今日逼出离体见起来 天分勤勉果然了的 而影子一直追随那条老狗 却一直在皇帝存在的空间里藏匿着存在 天下第一次刻果然了的 至于苦河与四顾见的那两名关门弟子 皇帝陛下也不陌生 他虽然没有见过海棠朵朵 但对这名北齐圣女却是了然于心 知道他与范贤之间的关系 陛下当年甚至动过让范贤取了这女人的念头 王十三自一 当年在大东山上帝那一幕让皇帝陛下牢记于心 欣赏有佳 除了影子外 如此出色地三名年轻人 毫无疑问会是将来这个天下最了不起的人物 今日其次皇帝虽然败了 却依然败地如此轰轰烈烈 犹布的皇帝不欣赏 不生杀意 皇帝缓步走出幽静的太极殿 一步一步地行走 缓缓地梳理着体内 已经开始有不稳之际的霸道真气 面色冷漠 双眸异常寒冷 静静地看着皇城正方已经被范贤树人成功打开的宫门 他不关心范贤他们是怎么能够在禁军和侍卫的眼皮子底下打开了宫门 也不担心这些他骨子里地刺 以年轻骄傲提醒他的衰老的敌人们会不会就此消失在人海里 权术杀了 皇帝平静地开口吩咐道 就像是叙述一件家常事 便这样自信而冷酷地定了服使逃出皇宫帝那几名年轻强者的生死 然后他从刚刚来到店门口的姚太监手里 接过一件全新的干净地龙袍 开始换衣 影子退地最快 他在雪地里一把抓起陷入半昏迷之中地范贤 闷哼一声 声声逼下体内涌上来的那口鲜血 如一只鸟般 鬼魅无比地向着宫门的方向飘去 在他的身后 王十三郎姿势怪异地跟在后面 而已经脱了那身花布棉袄 身着素色单衣的海棠朵朵 则是面色平静地跟在最后方 此时四人都受了或轻或重地伤 想要翻越宫墙 已经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只有向着宫门处闯去 然而谁都知道 太极殿正对的宫门 乃是整座皇城防守最为森严的所在 可是影子冷漠地闯了过去 依然没有一丝犹豫 这不是因为范贤的交代 更因为他是东夷城地人 他知道建炉里最多地是什么 先前北齐人使出地撒手阿氏 皇城一处角楼里地守城巨弩 当那声闷声响起 皇城地禁军侍卫们终于知道 今天皇宫里来了刺客 然而太殿内外雪中地那场拼死搏斗 开始得太快 结束得太快 当那四位强者身影冲向宫门时 禁军内一部分高手正在向着皇城角楼处会合 而留在宫门处的禁军 只来得刚刚组织好阵势 像一张大网一样 然而这张网出出之城 便被灵天而起地剑光撕碎了 四道冲天而起的灵冽 剑光不知从何处生出 将宫门处地禁军阵脚的一片大乱 残之乱飞 鲜血狂剑 惨乎大作 东夷城剑炉十三图 除却范贤派在江南保护苏文茂和下七飞帝庶人 除了留在东夷城定军心的几人 一共来了四名九品剑客 没有人知道这些九品剑客 是怎样暗中潜入皇宫地 但人们知道 剑炉弟子已杀一惊天下 以九品之境 行暗杀之事 整个天下除了监察院影子执掌的六处之外 没有哪方势力能够抵抗 只不过一瞬间 反应不及的禁军便被杀地大乱 沉重地宫门也被拉开了一道缝隙 在禁军将领和侍卫班值愤怒的嚎叫声中 四名剑炉弟子冷漠地空住了幽深的宫门长道 生生杀出了一道极小的空间 护持着自血地中 自太极殿方向逃顿而来地 范贤四人 像一缕缕幽魂一样 闪出了宫门缝隙 奔向了白茫茫 一片无比冷清宽宏的皇城前广场 范贤受了皇帝陛下一指 食指尽碎 体内被那股强悍的霸道真气侵伐着 若不是他体内地经脉异于常人 修行的又是与庆帝同志同性的真气 只怕在那众弱东山地一指下 他整个人都会被点爆 可纵使他活了下来 依然感觉到了 经脉已经生出了无数破口 他的身体内外 就像有无数到烙红了的细铁丝 正在体内游动着 他的心境痴痴作响 那种难以诚意的痛楚 刺入他的脑海之中 人类自保地本能 让他极易在这等强烈的痛楚中昏迷过去 然而范贤不能昏迷 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活着逃出皇宫 他有些模糊的视线 早就看见了那几名剑颅弟子 释出地轻烈暴力建议 眉头痛苦地皱了皱 因为这些剑颅弟子不是他安排的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把剑颅拖进这滩浑水之中 影子是监察院旧臣 海棠是他的女人 十三郎是他弟友人 今日入宫行刺所动三人 全部是范贤帝私人关系 毕竟这是与陛下帝君子一战 陛下能容忍范贤找这些人来帮忙 也能猜到 然而若范贤动用了东夷城 甚或是北齐的力量 这事情只怕会更加麻烦 而更麻烦的则是此时宫外地安静 一片白雪之中地皇城前广场 竟是安静的像是一个人也没有 当四名剑颅弟子也化作幽影 持剑护送范贤四人 踏上了皇城外广场的雪地时 整个天地间似乎都只能听见 他们这一行人的脚步声 竟显得那样的寂寥 这种死一般的安静太过诡异 任谁都知道有问题 范贤虽然没有动用剑颅弟子的意思 然而他所安排的出宫道路 与影子的选择一样 也是谁都不会想到的皇城正门 之所以选择皇城正门 还因为范贤事先就推断清楚 自己入宫与陛下交涉谈判 而京都里自己毒杀贺宗伟一事 应该已经爆发 那些文官们肯定会来叩监名冤 那些倔强的御史们 更是会跪在雪地里 向皇帝陛下施加无穷的压力 这一点在昨夜姚公公的厌报中 已经得到了证实 所以此刻范贤术人 逃出皇宫正门时 本应该看见一地满脸悲愤的官员 听见嘈杂的议论声 白雪已经被践踏成一片污泥 而各府里的下人仆役 则是躲在远处地 接向马车里 他们这一行逃出来递人 则能趁乱而顿 甚至范贤连如何抢夺各府里地马车 都已经想好了退路 然而什么都没有 只有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他们唯一能够看到的 就只有自己这一行人 在雪地上留下的足印和淡淡的影子 唯一能够听到的 只是自己沉重的喘息声 所有地人都发现了异常 后方地宫门 已经重新缓缓地关闭了起来 里面的禁军侍卫 十分出人意料地没有追击出来 然而 影子依然冷漠着脸 向着前方飞掠着 明知道眼下有蹊跷 明知道 这可能是一个困兽之局 然而 众人还能怎么办 除了冲过去 闯过去 皇城前地广场极其雄伟扩大 当年阅兵时曾经容纳过十万方众 三年前京都叛乱 秦夜两家领大军围攻 也有数万大军在此处集结 而今日一片后雪之上 竟只看得见这一行 从皇宫里辛苦杀出来地人 看上去是那样的孤灵灵地 十分可怜 从这个孤单的队伍右方后 传来一连串轻微的杂想 皇城角楼处的灵星战斗 似乎也结束了 北齐人 安插在南庆最久的奸细和刺客 大概已经被禁军扫荡干净 而此时 却有两个人影 从角楼处的珠红色宫墙上 跺了下来 皇城极高 那两个身影堕落的速度极快 眼看着便要堕入雪地 落个骨折身死的下场 不料 却听着空中爆响一阵力合 一个身影腰间 弯刀急出 在宫墙上 看似胡乱 实则妙道颠嚎地斩着 每一刀斩下 便在珠红色新修复地宫墙上 留下深深的痕迹 那个人 使地是一对弯刀 实力极为强悍 在空中竟然还能维持住自己的身形 而另外那个人 明显修为要弱一些 只有用手中的那柄剑 插入铜半地刀柄铁链之中 不过是几个起落间的功夫 这两个身影便重重地摔落在弓墙之下 那名身形魁梧的强者 没有受什么伤 抓着他的伙伴便向着雪地的正中跑了过来 看去像 似乎是要与范贤一行会合 这两个人是北齐残存不多地九品高手 其中一人是苦和大师的关门弟子 北齐皇宫第一高手郎陶 另一人则是和道人 此时范贤一行人 已经奔至了茫茫雪地的正中 忽然发现 忽然多出来了莫名其妙的同伴 不由正了正 为了配合范贤的行动 北齐小皇帝 竟舍得让手下最厉害的两名沙江潜入南庆 真可谓是下足了血本 然而郎陶大人出入京都 却根本没有来得及发挥他真正的本领 只来得及配合范在宫里的奸细 用那手成弩发了一剑 便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太极殿前的那场刺杀开戏 并且落幕 英雄气短 莫过于此 一身修为醇厚至极地狼桃 竟是连一刀都未曾向庆帝斩下 便被禁军们破得顿下了皇城 而他身边地和道人更是脚上受了伤 只有被他提在了手上 不要跑了 一直被影子提在手上的范贤 看着渐渐要会合在一处的狼桃 冷漠地开口说道 他的眼瞳微微一缩心底不只是吃惊 更有一种荒谬的怒意 为什么世上帝人们总以为他们可以配合所有他们想发生的事情 不论是剑炉弟子还是狼桃的出现 让范贤弟心都惊了起来 他安排了那么久 筹谋了那么久的事情 在这一刻却忽然失去了根基 由不得他不感到悲惊 令范贤更感悲惊的是这片天地广场地安静 一行人汇聚在广场正中间地雪地上 离前方的民宅并不是很遥远 离右前方地丁字路口更是近在咫尺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在那些地方一定有些不知名的凶险正在等待着自己 范贤再次败在了皇帝老子的手中 一败涂地 而剑炉弟子和狼桃这两个北齐人的出现 更是让他最后用来保命的借口都没有 他不知道皇帝陛下在宫内已经发出了必杀的指令 不知道自己的心战终究没有办法成功 眼瞳里犯过一丝淡淡的疲惫 影子沉默地停住了脚步 就在这一片风雪之中 海棠抹去了唇角的鲜血 微微一笑 走到了基座于雪中地范贤身边 下蹲偏手说道 我早就说过 似你这样手术两端 想顺了歌情又不腻扫意 真真是很幼稚的想法 我只是想少死几个人 终究是些私人的事 范贤极为勉强地笑了笑 坐在雪地中 感受着屯下传来的冰雪寒意 说道若无耻到了极点 也会有万人来拜 只是我做不到 不然今天怎么会在宫里弄了这样一出 王十三郎搭了着血肉模糊的臂膀 走到了他地身边 煞着声音说道 至少你试过 虽然拜了 也是不错的 范贤往身边的雪地上吐了一口血唾沫 喘息着说道 可我真帝很怕死 话虽然这样说着 他弟眼眸里却泛着十分少见的田径安乐的光芒 看样子你不怎么喜欢我弟到来 郎桃走到范贤的身前 平静说道 只是你的丝绸 其实也是我们这些人的丝绸 所以我的到来和你没有关系 当然 必须承认 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杀人这种事情和武道修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在这件事情中 我显得有些无能 郎桃看了一眼 自己的师妹海棠夺夺 副队范贤咒媒说道 如果夺夺肯把你们递计划告诉我 或许今天递结局就不一样了 哦 结局或许是早就注定的 人的性命 不过 待会儿你如果能把我背出去 我就不说你无能 范贤凄惨地露齿一笑 望着郎桃说道 就在这样一片白茫茫 安静无比的雪地里 这一批集中了如今天下最精锐的强者力量的刺客队伍 便在雪地的正中央随口聊起天来 似乎没有人想着庆国强大而恐怖的国家机器一旦开始围杀 谁能逃得出去 皇城上无数禁军变作了层层的黑线 弓箭在手 冷冷地盯着城下雪地中地那些刺客 随时可能发箭 宫殿眯着眼睛站在正中间 看着雪地里的那些人们心头略感沉重 不知道小范大人为何在此时还能笑得出来 就在范贤他们谈话的同时 皇城前广场的局面早已经变了 那些看似平常的民宅楼间 不知探出了多少弩箭与弓箭 要着寒光的箭矢 就像是密密麻麻的杀人草一般 对准了雪地正中的那群人 而就在最近地丁字路口处 如雷一般的马蹄缓缓响起 两千余名身着铁甲的精锐骑兵 将那处死死的封住 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通道 万箭所下 谁能活下来 铁骑冲锋 哪里是肉身可以抵挡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走到了死局 再也没有任何变数 可以改变这一切的发生 拖延死神的到来 范贤微眯着眼 看着丁字路口的那些威武骑兵 看着骑兵队前亲自临兵的夜中 看着二层民宅上面森严恐怖的箭尖 看着那些行出民宅 渐渐逼近雪地正中间的数十个 那数十个戴着立帽 无比冷漠 内心却无比狂热地苦修饰 他终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当年正是他的布置 大皇子的禁军清洗行动 便是开始于那些民宅之中 而监察院各处与黑旗配合 正是严正阳门一路再至丁字路口 生生地将叛军骑兵大队斩断 将秦恒活活丁死在皇城前 让老秦家断子绝孙 而今日皇帝陛下地布置 也如三年前自己那般 堵死了自己任何的活路 真真像是历史在重演 又不知冥冥中 是不是有那种叫做报应的东西 唯点打圆 诱敌出笼 一举扫荡所有敢于反抗自己的力量 这是皇帝陛下早已用惯了地套路 然而大东山诸域在前 今日这种阵仗又算得了什么 只是在如何惯用地套路 在庆国强大实力的支撑下 依然没有谁能够 破得了皇帝陛下的妙算 真是没有什么新意 范贤双瞳有些涣散 合着血水含糊不清地咕弄了一句 然后很干脆地脑袋一歪 昏死在了海棠朵朵的怀里 今日他与庆帝数番大战 到最后逼出了指尖剑气 却依然敌不过皇帝陛下的无上真气 惨被一指击垮 精神真源的损耗早已到了油尽灯窟的时节 他能忍到此时才昏过去 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广场四周的脚步声缓慢而稳定地响起 马蹄声也没有烧慢 不知多少庆国精锐军士从广场地四面八方逼近了过来 渐渐将雪地正中那处纳入了建城之内 而那几十名带着立帽的苦修士则是站在军队之前 冷漠地看着这些人 如果一旦长剑攻击不能全灭刺客 自然是铁骑与苦修士们上场地时机 此时一行人中 除了郎陶和剑炉四名强者之外 再无完好之人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武力压制 谁都知道 自己根本逃不出去 然而已然入了九品之阶 除了范贤之外 这些人早就已经看淡了生死 没有谁的脸上露出一丝未切之包 郎陶与那四名剑炉强者对视一眼 各自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这位北齐皇宫第一高手 连西地回头看了海棠朵朵一眼 发现小师妹的脸上没有任何别离伤感的情绪 只是安静地抱着范贤 微微笑着 郎陶也笑了 看着海棠怀里的范贤 摇头赞叹道 这时候了 居然这么干脆地昏了过去 叫人如何不服他 换了一身干净龙袍的皇帝陛下 沉默地沿着皇城地时街巷上走去 一路经过的禁军士兵 纷纷半驱西行了军礼 无一人感知是那抹明黄之色 姚太监紧紧地跟在皇帝的身边 忽然听到皇帝沉声问道 为何还没有动 这 姚太监心里咯噔一声 不知该怎么硬化 他当然知道 皇帝陛下此时已经恨死了小贩大人 但他更清楚 陛下这些年 对小贩大人也是宠爱到了骨头里 尤其是太子二殿下死后 陛下对小贩大人地爱惜 是整个宫里地人都知道地 先前若要他下令万箭齐发 若小贩大人就这般死在乱箭之中 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陛下交代 尤其是陛下此时亲登皇城 更是让姚公公感到了惶恐 如果只是为了围杀公外地那些刺客 陛下地布置已经完全足够了 何必亲自来看 只怕心中还是不舍口屁 朕要亲眼看着那个逆子死在朕的眼前 皇帝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了姚太监帝心里 在想些什么 冷漠地开口说道 放箭 天子一眼 四马难追 一声放箭 于是当皇帝陛下还行走在登上皇城地宽阔石阶上时 广场四周那些军事手中的箭便放了出去 密密麻麻 呼啸破风而至的万千箭雨 像是蝗虫一样 遮天蔽日而来 直设广场正中约数十丈方圆的雪地 若范贤此时尚是完好之躯 或许他可以凭借刚刚领悟不久的心法 平直一略数十丈 躲过这片密集是魂帝箭雨 然而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躲过一道箭雨 便在庆军发箭之前的那刹那 朗桃一声道合 眼中立芒大作 一把抓过海棠怀里 范贤的身体 单手捉住两柄弯刀之间的铁链 将两柄弯刀捂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刀光 勇猛无仇地向着最近的那些苦修士冲了过去 庆帝缓慢的脚步踏上了皇城 一身龙袍明皇低人 双手赋于身后一场稳定 没有一丝颤抖 他的眼眸微微深陷 一场冷漠 没有一丝动容 他看着皇城前那片雪地上帝血红之色 散落于地地语见 也没有丝毫动容 目光微微偏移 然后看见了被众人护在身后 不知死活的范贤 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 一阵密集的剑语 剑炉四名强者守护在四方 凭借着强悍的九品修为 织成了一片剑网 将其余的人护在了剑网之内 不知斩断震碎了多少剑之 然而人力毕竟有时穷 这和当年三十大师在京都外被乱剑射死不同 今日帝京都 有数千数万之剑 如雨落大地 谁能不失 谁能不死 剑语过后 剑炉四名强者身上已经中了数剑 可是依旧强悍地站在四方 身上鲜血横流 不知道下一刻 这些承袭了四顾剑暴力很易的弟子们 是不是就会倒下 而剑网边缘的河道人 则已经是被射成了一个刺猬 死得不能再死 像当年这位北齐第九品高手和其风光 而今日在强大地帝国力量面前 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在强大的个人 在一个兴盛的王朝之前 依然如楼椅一般无助 除非这个人已经强大到不向人地地步 比如大宗师 剑语停歇 浑身是血的狼桃 也退了回来 先前他意图护着范贤冲杀而出 然而终究没有办法突破密集的剑语 那梁炳是魂弯刀在斩杀两名苦修士之后 依然只有退了回来 他的右肩上还插着两只深刻入骨的剑枝 鲜血流了下来 海棠看了他一眼 朗桃没有转身 沉默说道 地下有令 一定要让他活着 此时众人伤的伤 死的死 虽都是可以横霸一方的强者 然而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无法凝成一股绳 勇猛地突围而出 因为看着沁国朝廷这阵事 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活下去的可能 皇帝平静地看着城下帝这一幕幕血腥的场景 沉默片刻后 轻声说道 继续 先前太极殿刺杀结束的刹那 皇帝陛下终于觉得解脱了 压在自己身上的无形的枷锁解脱了 所以他才回复了往日的自信与从容优雅 有条不紊地开始布置这一切 在大东山之后 不 更准备地说是在二十几年前太平别院那件事情之后 伟大的 庆帝在这个世间最为警惧的便是那个蒙着黑布的少年 和那个消失不见的箱子 而太极殿时 庆帝已经将范贤逼到了绝路 可是箱子依然没有出现 武竹依然没有现身 庆帝最后的警惕终于消失无踪 他终于可以确定 那箱子不在范贤的身上 至少现在不在范贤的身上 而老武 想必被困在神庙里 再也无法出来 皇帝微眯着眼 看着皇城下那些垂死挣扎的强者们 心里却没有什么大地波澜 正如先前范贤所想的那样 大东山上都是那样 更何况是眼下这些九品的小人物 皇帝的心里并没有丝毫得意的情绪 因这等小事根本无法让他得意 他只是远远地静静地看着生死不知的范贤心里 生起了淡淡的疲惫感觉 随着皇城上的军令 包围了整座广场的庆国精锐 再次举起了手中的长弓 稳定的箭矢再次瞄准了 血地中那些浑身是血地强者们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刺客 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只知道只要自己手里的箭放出去 那些刺客再厉害也只有死路一条 或许有帝军方将领 或是聪明的军事 猜到了小范大人帝存在 看到了他的存在 心里有些颤抖 因为范贤在庆国的存在 本来就是一种传奇 可是这种传奇 却马上要被自己亲手杀死 只要是庆国人 只怕都会有所动摇 正如横在丁字路口的叶中 在建守之后的是非 在皇城之上帝宫典 这三位庆兴号 兴号方大员 在这一刻的心里都生出了淡淡悲哀之意 然而军令难违 军令难违 所有的军事依然举起了手中的长弓 瞄准了那方 皇帝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 然而皇帝没有发现 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 在离皇城广场 有些遥远的摘星楼楼顶上 也有一个人正瞄准着皇城之上帝塔 摘星楼是京都第三高地建筑 本是天文官用来观星向帝救所 只是后来叶家小姐入京 重新在京都外的山上 修了一座灌星台 从而这座摘星楼便渐渐废除 除了日常清扫地仆役之外 没有人会注意这里 庆历十二年地正月寒雪中 却有一个身材瘦小地人 仆福在摘星楼的楼顶上 一件极大的白色名贵毛球 就这样盖在他地身上 与四周楼顶的白雪一道 掩盖了他身上穿着的那件 青衣小丝衣物的颜色 这个人隐匿得极好 在风雪地遮掩下 近似于摘星楼附着雪的楼顶 融在了一处 在名贵白色毛球的前方 有一个冰冷的金属质的管状物伸了出来 正是那把曾经在草垫之上 轰杀了烟小蚁的重居 白色毛球下地那个人 轻轻喝了口热气 暖了暖洞地有些僵的手掌 重新将眼镜附在了光学瞄准镜上 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用真气回复着自己 有些紧张的心跳 将镜中的视野固定在了皇城之上 皇帝陛下的身上 皇城极远 皇帝却近在眼前 这种感觉他很熟悉 今天这种环境他也很能适应 因为苍山夜里的雪 其实比今天京都的雪还要更难熬一些 毛球下地枪口 微微移动了一丝 做完了最后一次调整 那根手指稳定地触上了冰冷的金属 一丝都没有颤抖 略停顿了片刻 然后轻轻抠动 喀地一声清响 变成了一声闷响 又变成了一声惊雷 最后化作了撕裂空气的怪异乌声 美丽而恐怖的火花喷洒开来 好